造成台湾之恩史上最黑暗的一夜的 歹徒陈静心早已伏法 不过今年四月份 一位这个男子在无意中 以十五万的价格 飙到了陈静心所遗留下来的劳力士表 那么得主这名男子呢 他是在台中市经营这个法开物的业者 那么在买来之后呢 当然他希望能够转手获利 但是几斤低价抛售始终乏人问津之外 他也觉得买到了这个表之后呢 似乎就开始倒霉 那么业者透露他希望 现在能够转送陈静心在美国的儿子 不过他也有诞书 要顾虑白冰冰以及家属的意愿 要先获得白冰冰的首肯 他就是威中买到陈静心劳力士表的得主陈先生 知悉陈静心的太太到美国探望儿子 考虑把表送出去 给陈静心家人留念 这个问题我们会研究看看 不过也有诞书 要先获得白冰冰的首肯 几斤考量不是没有原因 应该是白冰冰这一边嘛 冰冰冰冰这一边嘛 他们算是比较受害这一边代表人啦 至于那个我们会再看看 从事收购法院法拍物的陈先生 自从4月无意间 以15万元的标价 标走了陈静心的劳力士标 却怎么也卖不出去 让他很困扰 陈静心满天心劳力士表 12年前至少要150万 不过现在低价10万的抛售 也卖不出去 同款流浪表却有人卖到70万 在台湾不受欢迎的陈静心表 在大陆的黑市价格 打听的人大有人在 火红的狠 就算赔本出售 在台湾仍是法人问津 现在拥有的标准考虑 要误归原主陈静心家人 不过还得多多考量 中间新闻林家庆 周一的台中采访报道